大家好 前不久也就是4月2日5号 Linux当中最受欢迎的发行版之一 Ubuntu系统发布了它最新版本 24.04 LTS 并且这个版本支持在Windows下一键安装 下面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如何在Win10当中安装这个最新版的Ubuntu系统 首先我们打开运行窗口 在这个文本框里面我们输入命令 Ctrl 打开控制面板 在这个打开的控制面板当中点击 程序 再次选择 启用或关闭Windows功能 在这个 弹出的窗口当中往下拉 我们看到这里面有一项叫适用于Linux的Windows纸系统 这里面默认它是没有勾选的,我们现在勾选它 然后点确定 现在它提示我们要重启电脑,那我们点击立即重启 好,现在电脑已经重启,我们点左下角 然后选择这个微软的应用商店 然后在当中 搜索 Ubuntu 这里面我们看到Ubuntu有很多个版本 然后我们选择这个最新的24.04,点获取 然后显示已经开始下载 好,下载完以后我们点打开 这个时候弹出这个安装按钮 整个过程大概持续 3到5分钟的样子 现在提示我们创建一个用户名 我选择Melan 密码 再次输入密码 现在我们已经安装完成 那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系统占用多大的磁盘空间 点开始 然后我们看到这个菜单当中已经出现了 Ubuntu的按钮 点右键 然后选更多 然后点应用设置 这里面我们看到他占用的总共的空间 大概是不到两个G 那如果我们要卸载这个Ubuntu的话 我们点 开始 然后在这个Ubuntu的位置选择右键 这里面有一个卸载按钮 就可以 一键卸载 所以他的安装和卸载都是一键完成 非常的方便 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呢 可以在下方留言 谢谢 感谢 晚上 怎么这么这么一个 对